开战半个月了 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第一次公开表态 他对于欧洲重燃战火表达痛惜 呼吁各方克制 习近平表达愿意和法国德国这些国家一起合作 促进和平解决避免大规模的人道危机 联合国当然重复呼吁停火 让平民撤离 同时说乌俄境内已经出现越来越严重的人权问题 俄乌开战至今两周 在主要受攻击的首都基辅 北部城市切尔尼哥夫 东北部的苏米 第二大城哈尔科夫 以及南部港口城玛丽坡等地 仍有大批平民受困于战火之中 两国周二同意在五个城市开设人道走廊 然而 当天乌克兰方面确认了苏梅和巴里乌波尔的这两条人道主义走廊开启 不过最终只有一条走廊得以顺利实施撤离行动 唯一成功撤离平民的苏米 却在人道走廊开启前夕 仍遭遇恶军的半夜空袭 造成至少21人死亡 其中包括两名孩童 怕火下幸存的民众只能仓皇逃离城市 据苏米地方首长回报 已经有5000多人乘坐公车逃离当地 其中包括上百名中国大陆留学生 今天早上7点31分 第七驾接返自乌克兰撤离中国公民临时航班安全抵达兰州 中国大陆官媒报道称 目前在乌克兰的所有中国民众都已经撤出危险区域 而在北京 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则在周二 与德国总理肖茲 法国总统马克宏视讯共上乌克兰危机时 再度呼吁各方保持克制 防止出现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 并且表明愿意与法国 德国 以及欧盟保持沟通协调 共同支持乌俄和谈 与会的法国总统马克宏则是这样回应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最新统计 俄乌开战两周来 已经有200万人逃离乌克兰避难 是二战以来欧洲最快速的逃难行动 而苏米的人道撤离走廊 周四仍持续开通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谴责俄罗斯侵略恶行 并且呼吁停火之外 更直言 当前在乌克兰与俄罗斯两地 都已经出现人权受迫害问题 除了乌克兰的战火 与俄罗斯境内越来越恶劣的人权状况外 联合国人权官员也不忘点名中国 联合国人权官员也证实 已经与北京当局就访查新疆人权情况达成共事 今年五月将亲自赴中国访问 期间可以与社会团体或个人接触 相关先遣团队下个月就会启程前往新疆等地 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至今迟迟不愿意公布 关于新疆少数民族在中国大陆处境的报告下 外界对于此次联合国团队 能否在新疆当地展开名副其实的调查 打上了一个大问号 TVBS新闻综合报导